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截止授盘 道琼斯公益平均指数下跌181.12点 报17919.29点 跌幅是1% 标普500下跌9.09点 报2119.21点 跌幅是0.43%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0.74点 报5208.12点 跌幅是0.21% 7点纽交所成交了7.6亿股 纳斯达克交易所成交了16亿股 交易量出于平均水平 7点纽交所交易最活跃的股票分别是美国银行 LOCK以及Chesapeake石油 纳斯达克交易所交易最活跃的股票分别是苹果公司 英特尔公司以及Ebay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今天美股出现大面积的跌幅呢 首先今天盘前公布财报的两家巨头 股价都受到了重挫 就在今年5月份巴菲特才宣布重仓持有的IBM公司 今天是公布了第二季度的财报 显示出美股的盈利是高于分析师的预期 但是由于强势美元的影响 营收低于预期 并且营收视为连续13个季度下滑 导致IBM今天股价是重挫了6% 另外一家化工巨头联合技术公司交易代码是UTX 财报显示出第二季度的营收下降了5% 远逊于预期 主要是出于其电梯部门以及美元升值的不利影响 那么今天同样也是股价重挫了7% 那么今天最为醒目的要数盘后公布财报的科技板块的四大花旦了 他们分别是苹果公司 微软公司 雅虎公司 以及GoPro公司 那么在公布财报之前呢 苹果公司的股价是下滑了1% 微软以及GoPro的股价是下滑了0.7% 雅虎公司的股价是微微的上涨 这其中呢 苹果的财报作为引人注目 因为在过去的5年之内呢 一共是22次公布财报的记录当中 苹果公司有19次都是超出预期的 那么这一次的情况如何呢 马上来关注一下 苹果公司交易代码为AAPL 今天公布了2015财年第三财季的业绩结果 苹果公司第三财季的净营收为496.05亿美元 高于去年同期的374.32亿美元 净利润为106.77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的77.48亿美元增长了38% 第三财季的iPhone销量是4750万部 不及预期 与此同时呢 iPad和MacBook电脑的销量也是高于预期的 苹果没有披露具体的苹果手表的销量结果 但是预期销量是4100万部 同时呢 苹果公司还下调了第四季度的业绩展望 预计季度营收在491到510亿美元之间 受此影响呢 苹果公司盘后股价大跌于7% 保122.21美元 好的 来关注一下特斯拉电动汽车的消息 今天瑞士银行呢 是将特斯拉电动汽车的评级降至卖出 目标股价呢 也是由220美元降至了210美元 那么分析师呢 是指出说 特斯拉当前呢 期化生产的电池储能呢 可能已经超过了2020年市场的需求 并且呢 是在过去的三个月当中 特斯拉的股价呢 是上涨了35% 或许已经到了回调的时候 再来关注一下宽散连锁店 Shakeshack交易代码呢 是SHAK 今天股价呢 是低开高走 报价呢 是50亿美元 那么在昨天盘后 Shakeshack宣布 向股东二次发行400万股的普通股 那么发行商呢 是包括有 摩根士丹利以及巴克莱银行 最后来关注一下中概股方面的消息 那么收到隔夜中国股市呢 是一举再度的占上4000点的利好消息 今天呢 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呢 是涨势不错 其中华视传媒 巨美优品以及当当网等等 涨幅都超过了5% 而新东方公司交易代码呢 是EDU 也是在今天公布了财报 显示出美股的盈利以及总营收呢 都是高出一期 今天股价是上涨了1.5% 好了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美股报道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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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